这个部分就是佑清盛道老师曾经讲 对讲到说 到底台湾需要多少的县市的问题 台湾需要多少县市 因为最近也大家一直在讨论 包含了新竹的合并 包含了台北基隆新北的一个合并的部分 就是这样 六都 六都怎么来的 六都就天上掉下来的 中国14亿人口4都 我们2300万人六都啊 我们规划的好细啊 可是不在都的地方全部叫乡下 对 而且成像差距越来越大 我告诉各位很现实的是什么 直辖市的公务员 都比这些县市的公务员高一只等 所以呢我们在台北县 我刚在台北县的时候呢 我们叫做台北县政府 他们叫台北市政府 我们的公务员都比人家第一等 你知道我们有多可怜吗 分发到我们高考分及格 分发到台北县的公务员 干了两年拿到任用资格就跑台北去了 就跑中央去了 我们本来就在略市 还在一天到晚帮人家训练公务员 就今天呢 六都的磁吸效应 这些这些其他的县的公务员 准备好了都往六都去了 你往六都去了以后呢 我告诉你台北市我在的时候 台北市的一个小学 学童一年的预算 大概六万 你知道我们台北县多少吗 两万五 这差也太多了 因为你的预算就是这样的预算嘛 而且我们300 那时候303 现在305个学校 我们有一百万学童啊 那你怎么办 那问题是你身为一个县政府 你什么事也干不了 你没钱没权 没人力也没能力 所以那时候 那时候我到了内政部以后 就开始想一件事情 基隆36万人 不可能做自己的规划 规划基隆不能不看新北 规划新北不能不看台北 还有呢 因为你三套都市计划 都市计划跟都市计划之间 兜不起来 然后呢基础建设三分之一 重复投资 我们要我们这个有个巨蛋 我们新北也要盖一个蛋 我们有个国家歌剧院 当初我们有人想说 我在板桥盖一个国家音乐厅 我就跟现场讲 从这开车去板桥五分钟 有必要再盖一个吗 有必要这么干吗 可是问题是你不这么干 怕选票没有 你就会变成二等公民 所以我们一堆蚊子馆 你看今天高雄市有多少的 当初什么四大世界运动会留下来 多少多漂亮的场馆 场馆现在全部在干嘛 都在养蚊子 花博花了多少钱盖出来 现在花博馆有充分被利用吗 没有只有接种疫苗的时候 用一两天 这就是当初在做花博的时候 对 我也我那时候还在多管闲事 我在台北县 我还去拜访台北市跟他讲说 你们今天花博 应该跟你的台北市的都庚结合 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些都庚 都必须要跟一个重大的一个事件来结合 比如说北京的世博会 而在上海世博会 因为准备世博会整个上海是跟着一起动起来 北京的奥运 因为奥运整个北京翻转 伦敦奥运 办伦敦奥运 把伦敦的一部分地方因为这样子动起来 对 所以你今天要把所有事情全部都弄在一起谈 为什么呢 今天我们办四大运 体育界的人士 体育的人你们去搞 可是问题是这件事情 刚好可以跟你的都市计划结合 这件事情刚好可以跟你的围绕重建绑在一起 这就是你手上的筹码 就是你要把你的手上的筹码政策 做最佳的利用 可是为什么你会不会这么想 但我们现在好像是把它单成单一的事件 全会是一个单一的事件 单一个活动 并不会去做整体的规划 所以这是算官员算政府的一个怠惰吗 不是因为这就是我们的本位主义 本位主义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没有做出国土计划 我们没有做出一个上位计划 结果今天公务员就照说 我本来该怎么做 我就照我所习惯的 最舒服的一个行政程序在干 那我就这么干了 几十年就这么干 我今天想跳出我的框框 每个人都会讲说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今天要是办世大运的体育局的局长 我说你应该跟都市计划结合 可是马上就会想说 哎呦你这小子是不是想要 想要窜出来 你想要干什么 马上就会打压 这就是我过去在内政部最大的困扰是 当我提出一个防灾型都市更新的时候呢 所有人都是看着我说 很多人都是用政治的解释 你是想要创卫吗 你的企图是什么 你的企图是什么 为什么你内政部老是要踩我经济部 老是要踩我这个国防部的县 我刚才想说我不踩到你的县 我的问题解决不了 我的问题解决不了的 consequence就是一个地震 倒掉四千栋房子 的consequence就是一个大火烧死了这么多的人 可是问题是我内政部解决不了 那今天一样 这些是县市政府他也解决不了 为什么 钱跟钱都在中央 他根本做不了 所以我才鼓励什么 鼓励基隆嫁给新北 为什么基隆嫁给新北 因为他们连在一起嘛 他最适合跟新北结婚 可是我们我到基隆去 直接民众跟我讲 我告诉你70%的民众是赞成的 市长反对议员反对 然后他们跟我讲 我们不想嫁给新北 新北是穷人家 我们希望嫁给台北 台北是有钱人 台北资源比较多 可是问题是基隆 为什么不能跟台北合并 中间隔了一个戏子 因为没有 他不是隔壁出兵 他没有 他不是隔壁邻居 所以根据地方制度法第七条 他是不能结婚的 地方制度法第七条 那只好三个一起来啊 就是说新北 就是台北新北跟基隆 三个一起就好了 政治难度又更大 所以我那时候就跟民政局长讲 管他要嫁给谁 只要他愿意嫁人 我说了法律全部充宽解释 可是到现在还是没嫁 其实大家假如记得话 台北县当初升格变成准职下室的时候 其实我那时候在县政府 有一条弹书大家都忘了 我让台北县升格成准职下室 但是下一次的市长选举 县是要合并的 但是没有啊都没有合并啊 没有在执行的 因为他们都各自要选举啊 我怎么可能把我的位置让出来呢 我请问你怎么选 现在台湾两个最大的诸侯 一个新北市长 一个台北市长 谁动得了 所以太难了 所以今天 那我今天再告诉各位 今天的民主氛围 地方诸侯做大 中央部会越来越被限缩 中央部会的专业当然因为 最近用这个氛围我们的中央的专业也越来越弱 然后中央的地会 那个部会的权限越来越被限缩 所以我今天可以很遗憾的告诉大家 今天已经没有一个部长有能力 再做出一个这样的规划了 第二个 他即使做出一个这样的规划 他在立法院也通过不了 因为我们全部用选票在考量 今天你讲足足合并 你只是在想说假如足足合并 我有没有可能会选上市长 假如这是你的想法 那就那就不对了 你今天应该想说 足足合并是不够的 足秒有可能可以谈 甚至是应该是陶足秒 你才那个match才够杂 你最近丢出来一个议题说 基隆要跟台北合并 然后又要把这个什么戏子 也把人家画进来 好我请问你 当然戏子要不要进来 其实可以跳过去的 这没问题法律上可以解释的 可是问题是你 我今天用小人之心啊 杜君子之父 为什么我会挑台北 因为台北 柯市长两年以后是不会选的 看起来这些candidate 好像都没有superstar 我今天要是跟台北合并 某一个政党有胜算 我要是跟新北合并 还开玩笑侯友谊这么强 我怎么去跟你新北合并 一并下去我也不要玩了 那假如这个是你的出发点 这件事情根本谈都不要了 假如你的出发点是为了基隆好 所以我们必须要这么做 那你就应该慎重考虑跟新北合并 不是去跟台北合并 所以这里面充满了太多的政治的算计 老师讲到重点最后都是政治的算计 根本不是这一个精神 都不是为了这个岛的未来都不是 他拿了一个很漂亮的口号 去包装他的政治算计 我很乐见看到县市合并 但是你真的要看县市合并 你要有一个蓝图 你要有一个vision 你国家要对这件事情有上位计划 其实我还告诉各位 我还真的把北北基做出一套计划 我那时候请营建署 我要为了要推北北基合并 我请营建署做出一个 很漂亮的纲要计划 我还在行政院报告过来 这什么意思 北北基你看到什么 你看到一个基隆港 看到一个台北港 看到一个松山机场 看到一个临近的桃源机场 你还看到什么 你还看到因为基隆港的这个 货运已经慢慢的在减少了 沿着基隆河谷的这些过去的货柜厂 全空下来了 所以我下次带那张图给你们看 我就那时候就叫营建署 是一串的珍珠 就是在地全部闲置了嘛 都在基隆港 在基隆河的河谷嘛 第一个我不需要再去开发土地 我不需要再去做新的 这个征收土地做这件事情 我把这些闲置的货柯厂串起来 事实上它就是可能潜在的工业区 它是潜在的住宅区 我把这东西串起来 当你这些东西都串起来以后 其实基隆的定位 新北的定位 台北的定位都清楚了 然后这里面在做的过程里面 就讲低冲机开发 所有新的概念都在里面嘛 那时候你要谈轻轨也好 你要谈捷运也好 整个上位计划就是清楚的 所以今天的问题台湾是什么 为了做轻轨而做轻轨 为了做捷运而做捷运 为了做高铁而做高铁 高铁要不要去宜兰可以谈 高铁要不要去屏东可以谈 这是我们待会儿也要继续来谈的问题 但是问题是那你要把文章做主啊 你要把你的上位计划做出来 你的建设才会有办法投嘛 老师这些计划是你在当 内政部长的时候所提出来的 都非常的潜瞻 而且呢问题就是太潜瞻 太潜瞻大家看不懂老师 大家看了会害怕 不是大家看不懂 是会害怕 大家会算算自己的选票 我这个党内的那个议员会有损失多少 对大家盘算的是这个部分 但老师如果说 我们把这些都先放下来的话 你觉得是不是应该要由 像行政院长这样的高位的人 来推动这样的一个计划会更好 这当然是行政院必须要推的 但是在推行政院 在推以前呢 抱歉 在推以前你要做一件什么事情 嗯 你要去赚土地融受力吧 哦 北中南东各适合住多少人 我们的科学园区工业区 住宅区农业区在什么地方 你要去做功课 你不做功课你怎么知道 北北基要住多少人 老师你那时候当 呃 内政部长的时候 我还真算 你算出来的我整个国土的 没有我只那我告诉你 我为什么会算土地融受力 对 民国一百年 我刚到行政院 那时候苗栗大埔事件 对对 苗栗要盖一个科学园区 征收了一堆的土地 然后呢有一个 有一个张药坊自杀了 这叫苗栗大埔事件 就有一次的院会 当时的国客来做一个报告 他说我们把大埔的农民都安抚好了 这句说 我说我新来的 大埔的前因后果我并不清楚 但是我只想问一个问题 台湾需要多少科学园区 今天我还是问同样的问题 台湾需要多少科学园区 每个县市都要一个科学园区吗 我问完了就坐下来 全场一片塞了 过了三分钟我又举手了 我说这就是我的重点 我们三十几个部长 坐在这个地方 没有一个人可以告诉自己 台湾需要多少科学园区 我们凭什么去全家的土地 造成一堆的民怨 不过那时候呢 我是工程会主委 讲完就算了 没半个人理我 到了内政部 那不是讲完就算了 这是我内政部的工作 我就叫到阴建设所长说 你给我去算土地用手里 我们所长很可爱跟我讲说 包括部长没人会算 为什么没人会算 你们看这些指标 你看这些指标 这些指标跨了半个行政院 在一个大学里面跨了五个学院 三四个系组 没人会算 在先进国家谁要算土地用手里 智库 每个国家好几个智库 在规划他们国家的短中长期目标 台湾呢什么东西都有 就是没有智库 有两个智库 一个叫国民党智库 一个叫民进党智库 但做的都不是真正 你所想象的智库的事情 他们在思考如何 把另外一个政党干掉 不是在思考我们国家未来该怎么办 我就跟我的营建署长讲说 我知道你算不出来 我没有那么天真 你会给我一个八十分的答案 你给我一个七十分的答案 我都勉强可以接受 他们最后委托成大 花了两年把北台湾算出来 北台湾已经算了两年了 算了两年 就光北台湾就算了两年 算出来以后我已经离开内政部了 老师那算出来之后的结果 他们还很客气 他们还很客气 跑到台大给我做了一个简报 我就跟我的同事讲说 老师已经离开那个局位 但是他们还是非常很客气的跑来跟我做一个简报 认真的去帮你做个简报 我就跟我的同事讲 虽然我已经不再是你们的长官了 拜托你们全台湾的土地融收力都要算出来 可是很遗憾的是 我在的时候是优先顺序 我离开以后没有要干这件傻事的 为什么 第一个不会有掌声的 因为没有人知道你在干嘛 第二个你敢公告这本报告 所有人都会恨你 因为你踩了所有人的线 没错 所以我们从来不做功课 所以我必须很遗憾的讲 台湾也不过就36000平方公里 我们一点都不了解这块土地 我们会让核电厂设在断层附近 高速公路经过顺向坡 一堆人住在土壤液化显示区 中科南科在一个水资源极度缺乏的地方 甚至今天要把科学园区再弄到高雄去 没水 我们从来不做功课 这就是我们真正的问题 我们一台湾就这么一点大 我们一点都不了解这块土地 他说这功课从来不做 我相信到了今天还是没做 即使做完以后你是要公告这本报告 从来不干 那你今天只会讲什么 我朱朱要不要合并 北级要不要合并 重点不是合并是合并以后你要干什么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的这些东西 其实只是这过程里面的一环而已嘛 结果我们都在讲末端 就是你的上位计划 上位计划都没有 规划好了之后底下的期间 不管是你要都根 围绕的哪里 都可以包进去 你要怎么做 其实这些就是在里面顺势的 就可以直接做下来了 就可以执行下来 但是我们现在刚刚老师有讲到说 现在台湾有一个状况 就是地方诸侯做大 地方诸侯很大 就像老师也刚提到了 高铁的部分要延伸到屏东 延伸到宜兰 到底有没有必要延伸到 这么远的地方去 然后呢现在延伸到宜兰的部分 本来选的有四个长址站址 但现在呢今天这两天 又多了两个站址出来 那有人就说就是因为利益的分配嘛 你提个站址 我当然我这一派我要提个站址嘛 那你面肯牵涉到很多的 我们不知道的利益的纠纷了 我们就要谈高铁 我们就好好谈高铁 高铁当初在定线的时候 省府跟中央政府是闹得最不可开销的时候 那时候动省的时候 李登辉时代 那时候省府 因为台铁在省府手里 我们那时候就跟中央讲 高铁你走台铁的旧线 你让速度再提升100公里够了 你也不要征收土地 就走台铁的旧线 好处是什么 你下了台中站 他就在台中的高铁 你下了台南站 他就在台南的高铁 结果呢那时候 他们就选了这条线 这条就是完全远离都市的一条线 选了这条线你到了乌日进台中 二三十分钟 你到了台南站进到台南又要三十分钟 然后你看到什么 本来一堆良田全部讨地被炒错了 全部变成间地 可是问题第一手第二手 炒到第三手的时候 他就没开发价值了 因为他的地价太高了 所以高铁 因为这样的一个定线 为了其他的目的 第一个造成我们 我今天从我现在常想 我要是从泰山 去台中 我要坐车到台北 买了车票四十五分钟 到台中 到无日 无日我再花三十分钟 到进台中 到进台中 我干脆从泰山直接开车去 我一个半小时就到了 你不觉得整件事情 就是我们曾经犯了这个错误 有很多太多的政治人物 有自己的私人目的 就造成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不禁要问 我们还要继续这么干吗 现在看起来是继续要这么干 因为呢他高铁要继续开到宜兰 开到屏东去 但是是不是有必要开到这么远的地方 他就说乘客的人数是不是需要 再加上老师刚刚也提到说 因为高铁的这条路线 现在的这条路线 他的第一手土地买卖 第二手土地买卖的大概都赚到了 现在已经到了第三手 套住了 都套住而且没有开发 所以我们看到在高铁沿线 本来以为那个时候 大家有很好美好的憧憬 认为说这些高铁新的站的周边 就会成为一个新的富都 就会有一个新的一个美景在 但现在看起来什么都没有 本来是良田的 可以种到米的 可以有一个很生态的地方 今天全毁了 地主也被套住了 然后你说要建新城 对 我们人口在减少 我们今天人口在减少 你有这么大的一个需求吗 对 好我今天很坦白的告诉各位 科学园区很多的公共建设 他最后的真正一个 他不愿意告诉你的 就是在炒作地址 今天你说科学园区 最最终的目的是在炒作地址 为什么每个县是要一个科学园区 今天全台湾土地价格 涨得最高的地方是哪里 台南 因为南科 号称台积电要过去 台积电还真过去了 可是从2000年 我在1998年就跟当时的行政院报告 从2000年以后南台湾缺水 为什么 那时候还没有一个概念叫做全球气候变迁 因为南部的重大水资源开发成熟 但老师非常久 全部停摆 20年前我就告诉你 老师20年前就开始在呼吁说气候变迁的理想 好那你今天你要把台积电请去高雄 听起来很好 可是问题是我要是台积电的老板 我第一件事情问的是那水在哪里 第二件事情我想问的是那电在哪里 对 好这个是两个你必须要帮人家解决的 那你不解决你今天还逆着这个气候变迁 你硬要往这样子做 那你今天你不做这个功课 那你觉得我们有可能好好的规划 我们的科学园区应该在哪里吗 那你觉得这些人不懂吗 他不知道台湾没水吗 可是他后面还有一个 他自己的练习就是什么 我今天只要这声音一弄出去以后 旁边的地坚就开始涨了 现在我告诉你 你们去宜蘭调查了 走了这几条线 你不管划出哪条线 他的土地已经悄悄的 就涨了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了 真的定线以后那还得了 可是结果是什么 你这条线定下去以后 当初在做血税的时候 我就那时候建 不能警告 我那时候没什么资格警告人家 我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宜蘭县的县长 就不讲他的名字了 我就跟他讲说 血税通车以后 我建议宜蘭做 景观生态决策资源系统 为什么 一定会有一堆人 一堆台北人到宜蘭去买别墅 没错 我说你今天这个是必然的 所以你今天应该要把农地要 你要把它分成我的生态保育区 我的精致农业区全部保存出来 那台北人这些要盖别墅的地方 我把这一区画出来 做一个好好的规划 你们到这个地方来盖 然后土地成长的价值是所有的农民分享 你要这么干 结果那封信从来没有回信 我那时候还跟他们讲说 这个对宜蘭人来讲 这个踩到别人的利益了啦 对宜蘭人来讲对桃园人来讲 我都觉得很不好意思 我给他五个字宜蘭桃园话 我就跟你讲说你今天假如你不这么干 就是今天宜蘭就真的长出七千多栋别墅 好那是比较好的 他的房子还很漂亮 可是别墅的污水就排到隔壁的农田 没错 隔壁的农田就不能种了 现在都变成说一块农田 然后旁边一个农舍 高级的农舍 然后所谓的民宿 或者是自己的民宅 对都是这样的状态 然后慢慢的隔壁那块地就不能种了 可是也没那么多别墅的需求 然后他会变成什么 他就变成铁皮屋 然后就变成自然公安的市角 我们就活生生的就看着在20年 把宜蘭折腾着这样子 你知道就问宜蘭的乡亲 你很快乐吗 我请问你宜蘭乡亲他周末敢动吗 都不敢出门 因为好多的观光客 雪水动不了 好第一个第二个物价涨了 地价涨了房价涨了 他为蒙其利先受其害 那今天不是高铁 可不可以延伸 而是你今天高铁延伸 你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好今天假如我做国土规划 我要在做高铁的同时 我就要思考一件事情 叫做迁都 就是说台北到台中45分钟会到 你没有必要把政经中心全部摆在台北 你应该要把行政院立法院签到中台湾 中台湾是我们的政治中心 台北是经济中部是政治首都 台北是经济首都 今天这动作一做三百万人离开台北 台北剩下五六百万人 这些问题解决掉了 然后这三百万到了中台湾 把中台湾带起来 南台湾跟着带起来 我们的人口产业很聪明的分散 在我们的西部平原 这叫国土计划 高铁盖的同时 你就要想到这一步 高铁不是 而且你不觉得谁在做 荷兰的政治中心在海牙 它的经济中心在阿姆斯特丹 两个地方坐火车的距离 就刚好台北台中的距离 就是四十几分钟 这就一个很好的范例了 全世界都在做 我就不晓得我们台湾人 盖高铁就是盖高铁 我们做国土计划 做国土计划 我们做都更就做都更 全部都不兜在一起 然后呢 城乡差距越拉越大 然后所有人都挤到台北来 然后爸爸妈妈为了小孩子生血 他就不敢住在乡下 乡下就生下老人跟小孩 那我们就要忙着 又出现了隔代教养的问题 就变成隔代教养问题 你今天到我们嘉义云林 那些地盘下陷区的那些乡镇 大家真的去那边 Long State 不要住多久住两天就好了 你真正了解我们南部的乡亲 尤其是沿海那些民众 他们在过什么日子 他们的子孙都在台北 为什么那不得已 我要赚钱 我不能不离开 我的小孩要是留在嘉义 不可能他要考大学考台大的难度太难了 我们台湾大学70%的新生来自于双北 甚至一大部分来自台北的某一个区 你然后你今天为什么 这个东西是国土计划造成的 今天是城墙差距造成的嘛 所以大家都不谈事情的源头 教育部就开始做什么 叫做 他有个名词啊 就是去偏乡学校找一个学生到台北来 就100颗珍珠 你捡了10颗 掉了90颗 你还高兴得不得了 可是问题是那这10颗的珍珠 进到一个国立大学 事实上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他们很难跟其他的同学竞争 就反而这些学生到了 学校里面来 他其实有一个不是很好的适应的问题 很多人适应了很多人适应不了 但是你觉得这是教育部的问题吗 这是我们从来不了解这块独立 从来不做上位计划 从来不做国土规划 甚至呢我们从来不想未来的事情 这个就是结果 老师但是我们回到实际面来看 那目前的政治面啊 就是说2022选九合一大选 九合一选区那接下来2024的总统大选 如果持续是有某一党持续的在执政的话 老师您讲的这些 不会发生 计划其实都不会被采用的 都不会发生 所以我真的很不厌其烦 我每次都讲同样的话 住在这些突然预化浅市区的人 你的不管他要选什么 他要是没有把防灾型都更当做他重要的政见 不要选给他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做的 就是透过你的自己的选票去影响 你只有透过选票影响嘛 选完以后就不要抱怨 我很多的学生问我老师我要选给谁 我说我不能告诉你选给谁 但是我只有告诉你一定要去投票 投完票以后就不要抱怨 因为都是你们选出来的 对但我们很少看到有民意代表 愿意在这个部分上努力 几乎他们所能够提出的政见 大部分都是大家显而可见 我最喜欢 我跟你讲我要当一个直较市长太好干了 某人就这么干了 你要来办活动办活动有求必应 五万十万二十万我都发给你们 大家都想说哇这市长太棒了 六星级的市长有求必应 可是重大件事我都不做 所有的困难的事情 这种事情我都不放 这个什么下水道啊绝对不放 反正你也看不懂 做完跟我也没关系 然后什么大家最喜欢看的 最近不是吗放烟火 在城中城以前干嘛放烟火 大家拍手你看哇 这市长好会放烟火 可是没想到这个才是我们真的需要的 真正需要去关注 真正需要改变的 其实才是这些 然后发钱谁不会发钱 其实老师对 老师的这个国土规划上位计划 其实谈了很多次 我们真的很希望就是说未来的执政党 不管是现在的民进党继续执政 或者是接下来国民党 是不是能够再团结加油一点 也能够夺取政权啊 但是前提是民众自己要聪明 民众要自己聪明 民众要自己会判断 就是你手上这张选票 其实也有关你自己未来的幸福 你的居住的安全 其实老师之前讲到说 真的很希望民进党也好 这智库啊是真正的在做这些 对整体国土 整体的国家计划有帮助的 那这我就要讲到说 我们真的很谢谢很多的网友 对我们都非常的关心 因为很多的网友看到 李教授的一些言论之后 真的觉得都很感动 那有一位这个云林的许先生 他其实就写了一封信过来 那他说他看我们的洪流洞见 已经看了半年 他每一集他几乎都看 然后呢他也非常感动 老师的这些规划 他之前老师有提到说 真的很想要有成 国家需要有个智库 他就毛遂自见 他毛遂自见 他有非常完整的经历 然后呢他就很希望 如果部长有意要筹组智库的话 贡献国家社会 他说他本人自诩能力上课 虽然他已经期许了 但是身体很健壮 我有接近70 然后呢他说他的逻辑整合判断能力呢 是他的强项 所以他透过了这封信 非常详细 还介绍他自己的一个背景 他希望能够贡献一己之力 所以我们真的也很谢谢 我们的好朋友们来关注洪流洞见 然后呢真的也很对这块土地 也很非常的有心 真的很想要贡献自己 虽然是他很退休了 但他真的很想要贡献自己 所以我把这封信还是交给了李教授 就说谢谢 现在李教授现在可以有什么方法 是筹组智库呢 或者是说跟现在现任的党主席朱立伦呢 能够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我想啊接到这个信的一个很感动 第二个很感慨 一个退休的人应该要颐养天年 我们真的最高境界的这个生活 就是我们古时候讲的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利何有于我在 我们的政府这些政治人物 应该让我们的民众 不要去操心这些事情 他就好好过自己的日子 可是今天问题是我们的政府 没有办法让我们放心 才会有这么多人这么忧心 而且我还跟各位报告 我在这个角度我真的要组智库 智库的两个难题 第一个最大的难题是你需要很多钱 其实跟前三计划比起来小多了 我在讲你真的要有一笔足够的资金 但是绝对不是那种上千亿这种资金 第一个因为什么 因为你要找到的人 他要够好 他要够好 他的薪水不会低 这是必然的 第二个 我绝对不会全找台湾人 因为你台湾人 今天要看台湾的问题 你要从国际上来看 你才会看得懂 所以里面有一部分的成员必须是外国的专家 我们台湾人对很多的问题其实是不熟悉的 我们对国际的游戏规则其实是不熟悉的 而且智库必须独立在政党之外 就是他不能为了磨党的利益在做这样的规划 所以他其实而且这个智库组起来不是为了台湾 这个智库组起来所有的开发中国家 都可以当做我们的供应 其实我告诉各位 这个智库假如真的好好逃 最后会赚钱的 他本来就应该是一个赚钱的单位 但是赚钱不是他唯一的目标 其实我们很多的国立大学 其实都有能力有空间来做这件事情 可是我们的国立大学呢 都被教育部给管死了 都被教育部给管傻了 就说教育部就必须很遗憾的教育 很遗憾的讲 教育部根本不懂大学教育 教育部根本不懂科技教育 可是你今天假如教育部 是有这种一个概念 把我们全部诱死了 你今天很多的重要的智库 在美国是都是几个重要大学在弄的 人家有个智库独立在大学之外 独立在他们这个行政体系之外 所以他们出了报告 是国际上重要的人要去参考的 所以我们今天 其实几个国立大学的校长 教育部有足够的观念 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干这件事情 学界还是有办法可以 有能力绝对有能力 但是最大的障碍会来自于教育部 我就讲我们的大学都被教育部给管死了 跟管傻了 我们根本不敢发挥我们的想象力 老师有很非常完整的一个前瞻的计划 跟尚伟计划 其实我真的很真心想要把老师送进行政院 或者送进总统府 如果大家也认同的话 在下面加以 今天非常谢谢老师来到节目当中 也希望大家在看洪流洞见之后呢 在我们底下留言 你有什么样的话想要跟李教授说 也麻烦呢你在那个聊天室下面留言 那也欢迎大家按赞 同时呢把我们的影片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知道 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次再见 谢谢老师 也谢谢这位这位许先生 谢谢 谢谢您